山西島 陽光 沙灘 海 在這樣的美景之下 是誰都會像他們一樣失控 來自全台各地 60位南島好樂舞的原住民青年 在台東宣政府辦理的 南島文化節當中 他們攪拙了南島好樂舞 電視選秀 月夢舞台 他們要在16天的集訓當中 不斷練習比賽的舞碼 山林訓練也是重要的課程 除了透過南島好樂舞 電視節目錄影中 要呈現原住民文化之外 比賽中的舞碼 更要結合台東美麗的景色 放鬆到全世界 因為像我們 剛其實一下來的時候 一下來那個同學的那個精神 過來在車上睡覺 一下來是覺得心情還不錯 因為可能看到的視野 是非常的遼闊 然後一望無際的感覺 然後就會 自己就很沈很吶喊的一下 非常的不錯 那雖然天氣很炎熱 大家也都皺著眉頭 白著初年的練習 但是我覺得 更進一步的情境自然 我覺得才可以讓我們 更容若是意的舞蹈故事裡面 到訪山地部落 也走訪台東沿海美景 經過小椰柳 加露藍 三仙台 還有比西里岸 與海共舞 讓他們有了不同的體驗 太陽雖然說很吃熱 但是那個我們 我們大家的熱情都還在你知道 我們就看到海浪 然後天空也很爛 然後那種想要奔放那種自己的那種情緒 然後讓自己就是 畢竟這幾天都學校這樣練舞 然後也是很無聊在那邊 然後來到這邊就盡情的解放 陽光耀眼 學員在一整天的日賽下 雖然險些疲累 而雖然個個都賽K了 但誰都不願意錯過 這個難得清淨大自然的機會 在烈日下練舞更是火力十足 面對時間緊迫 再過不到幾天的時間 就是關鍵決賽 學員們加緊練習 他們要迎戰南倒好樂舞最終戰 而這群為了圓夢的孩子 他們的努力也需要您的加油 7月26號下午在陸野高台 即將展開南倒好樂舞總決賽 歡迎電視機前的您 在當天一起為他們加油打氣 東台新聞林婉珍 台南線報導 南倒好樂舞 好樂